他前半生刻苦努力,默默无声,后半生获无数大奖,费汗全球。 41岁,玻璃亚奖数学界世界级大奖。 45岁,古根韩姆基金会研究学者奖。 50岁,高德奈奖。 计算机科学界世界级杰出贡献奖。 54岁,图灵奖世界计算机解诺贝尔奖。 57岁,潘文人研究考察奖。 58岁,伊利诺伊大学特殊贡献校有奖。 同年他做出人生重大决定回中国教学,帮助中国培养了众多一流的计算机人才。 他是世界顶尖计算机学家,是世界现代密码学基础的奠基人。 在世界顶级三大学术领域只有杰出贡献,也许你只知道杨振宁,却不知道,这个和他并驾齐驱的,气美归根的人有多厉害。 他,就是姚七智。 1946年12月24月圣诞前夜,他出生于上海,祖籍湖北校感。 不久,后便跟随父母去了台湾。 他自幼聪明官巧,他时肯学。 1957年,杨振宁和李正道,霍诺贝尔物理奖,在大陆买至台湾,都掀起学物理热潮。 在他们的影响下,杨七智烈走上物理之路,并开启了超级学霸的模式。 21岁时,获台湾大学物理学士学位,五年后,又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博士学位。 他的人生,如果按这样的轨迹继续下去,不难想象,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位物理界的大人物。 然而,在物理之路走的一番风顺时,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专业。 转而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相比温项,开始学习当时对所有人而言,都还很陌生的计算机专业。 他说,我感觉物理学研究,与我原来想象的有些不同。 恰在这个时期计算机刚刚兴起,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等着解决。 我恰巧遇上这一学科,我认为这个选择是对的。 人生就像鸡蛋,从外打破是压力,从内打破是成长。 只有不断自我修正,才会拥有向上的力量。 他一心一意的铺到计算机研究上,这个在别人看来很是枯燥的专业,他却越研究越感兴趣。 成为天才的诀窍就是,坚持努力的做一件事。 从物理转到计算机专业,短短三年时间,他就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。 之后,便是在世界顶尖学府连续任教,1975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,副教授。 1976年,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,副教授。 1981年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,教授。 1982年,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,教授。 1986年,斯坦福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,教授。 在计算机领域,他已是国际顶尖的学者。 至今为止,他发表的百余篇论文,几乎涵盖了计算复杂性的所有方面。 他还在三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,依创建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次领域。 在读博士时,他就提出随机化算法复杂度的论证。 1977年,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原理,又成为了推理随机算法与复杂度的基本技术。 如今更是研究者无人不知的重要工具。 二,奠定现代密码学基础。 他是现代密码学基础的奠基人,有着开创性的贡献。 他曾提出著名的,要是百万富翁问题,两个百万富翁,如何再不向对方,透露任何宣家信息的前提下,比较各自的财富。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,密码学协议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,并广泛应用于解决数据挖掘,数据库查询等许多计算领域的问题。 他的线门函数的理论和应用,安全计算的协议等,都成为了安全计算领域的重要著作。 三,量子计算领域。 他在1993的论文中,完成了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。 两年后,他提出分布式量子计算模式,后来成为了分布式量子算法,和量子通讯协议安全性的基础。 在线路复杂性,计算几何,数据结构及量子计算领域,他提出了不少开放性问题。 前半生刻苦努力,后半生后肌勃发,简直就是开启了花掉领奖模式,光是拿奖就能拿到手软。 最令人惊叹的是图领奖,图领奖有多牛呢? 它被称为计算机械的诺贝尔奖,是计算机械最负盛名,最崇高的一个奖项。 他的获奖要求极高,评奖程序集结,一般一年,致奖第一名计算机科学家。 从1966年设立开始,直到2016年,图领奖的大多数获奖者,都是美国人,少数为欧洲人。 而姚七智是第一位,获赐奖项的亚裔科学家,也是目前唯一一位,获赐奖项的华人学者。 图领奖组委会说,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计算机领域,所为人类做出的重大的贡献。 实际上除了获学术界世界级大奖,他的荣誉头衔,也是无数令人震惊。 2004年,香港科技大学工学荣誉博士。 2003年,香港城市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06年,香港中文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09年,华铁读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00年,成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。 2000年,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。 2003年,美国科学发展促进委会士。 2003年,香港城市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04年,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 2004年,香港科技大学工学荣誉博士。 2006年,香港中文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12年,澳门大学理学荣誉博士。 2014年,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。 他还拥有四个外籍头衔。 1995年,美国计算机协会士。 1998年,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 2000年,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外籍院士。 国际密码博士。 事业有成,名利双收,他在美国有钱,有地位。 如果继续留在美国,他还可以拿着高额养老金,退休金,圆满的过往此生。 但他却在58岁的时候,突然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,回中国。 他回国不是回到他从小长大,熟悉的台湾,而是要回到他陌生,只有零星记忆的祖国大陆。 他说,中国是我的祖国,我对同邦和中国的事情都有很深的感情。 我希望能为中国和同邦进点微博之力。 他不顾亲朋好友的祖兰,依然地卖掉了美国的房子,辞却为普林斯顿大学中深教职。 临行前,他对自己在普林斯顿的学生张顺玉说,我要回去了,permanently永远的。 然后,一个人,一张机票,孤身踏上了回国之路。 他的举动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。 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媒体,都进行了报道。 那段时间,美国人在咖啡厅,在街头的小饭馆里,都精进要位地谈论着同一个名字。 姚七智,回到祖国后,他一直思考一个问题,一所大学如何能培养出有创造力,又想象力。 能够真正做出贡献的学生。 他在美国见过不少中国学生,虽然很用功努力,但是他们缺乏创造力,在课程深入程度上,也存在欠缺。 他相信,只有培养出优秀人才,中国才能和别的国家竞争。 于是,他萌生出了一个,培养计算机领域,世界一流本科生的想法。 他先是进入,清华大学格本研究中心,任全职教授,之后,主导成立了一个谣班,之所以发起成立这个实验班,是因为他感觉当前,中国的计算机科学本科教育水平, 与培养生理工,斯坦福等,国外一流大学的教学水平,仍有一定的差距。 因此,他希望能以他在国外,多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经验,把这个班的学生培养成为, 具有培养生理工,斯坦福,同等水平的世界顶尖计算机科学人才。 他曾在至清华全校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,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优秀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员, 我们要培养的是,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计算机人才。 他绝不只是说说而已,而是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。 每天一大清早,他就开始认真的工作了。 他甚至比自己的教学助理,还要早到办公室,凭借自己在美国一流大学多年执教的经验, 他亲自为姚班制定教学计划,进行设计课程,并亲自执教其中的六门课。 姚班全英文授课,全英文交流,没有国界,没有教材,没有界限分明。 有的只是一颗颗,同样对学习热忱的心。 他会在课前花大量的时间,准备课程内容,习题,下课后继续跟助理讨论学生的情况。 他上课的方式也很独特,有一次,他出了一道题,他说25分钟内解除者,他就请十毕生课笔法。 没想到,90%的学生都答出了。 他非但没有尴尬,反而觉得很高兴,现手承诺,真的按人数,叫了近百份外卖奖励达出的学生。 他的的确却是位好老师,学生要申请出了过留学,他就熬夜通宵为学生写推荐信。 开午餐会时,他会和学生一起看汉堡,和学生沟通,为学生解决难题。 在他的下,国际领尖学者,也陆续进入摇班课堂,为学生授课。 他还用下棋的列字,简单易懂的,跟学生说明国际交流的重要性。 如果我是一位父亲,孩子的围棋下得不错,怎么让我的孩子,变为世界上最好的围棋选手?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,就近两个高水平的围棋高手,每天陪他下棋。 耳濡染,自然会变成跟高手一样的水平。 他为班级开设的许多国际交流项目,比如,三年级学生科全体赴香港大学,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,进行访问和交流。 四年级学生可以到著名研究院所,进行科研实践及毕业设计。 每年他还会选送优秀的学生,到哈佛,马省理工等,一流名校进行交流学习。 他的幽默、智慧、执着、平易近人,让学生如墨春风,对学习产生了更大的兴趣。 有学生感慨到,姚班的学生是幸福的,作为本科生能够上姚先生的课,是非常荣幸的。 他希望学生没有压力,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幸福感。 他觉得只有这样,国家才能培养出世界最顶尖的人才。 他说,本科阶段只是一个人研究生涯的开始,要让学生们在本科期间就有充分的自信,他们才能把眼光放得高远,才能在将来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,使我们的大学更加欣欣向荣,更好地为民族和国家做出贡献。 这不完全统计,截至2014年12月,姚班互发表论文110篇,即使是国外一流大学的毕业生,也极少能在。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如此多的文章,但是姚班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发表过,有些成果,甚至达到了博士毕业的水平。 截至2016年,姚班已经送走六届毕业生,共172人。 其中,42人继续留在清华读博士,25人留在清华计算机系继续深造,85人赴美国、新加坡、香港和法国等地读研,近半数就读于麻省律工。 普林斯顿、斯坦福等名校,20人,赴IBM Facebook,姚班成为了一张著名的国际名牌。 另一位世界知名的图灵奖得主,约翰·科罗夫特曾说,姚班拥有最优秀的本科生,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。 邹浩是姚班的首届学生,大三被推荐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,僅用三年时间,就拿下斯坦福大学的四个朔布学位。 28岁,就成为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,涨款数百亿美金金金的全球投资经理,即美洲投资委员会常务委员。 2016年,他被选为福布斯全球30位、30岁、30under30以下的金融天才。 跨市科技三位联合创始人,印齐、唐文英、杨慕都是姚班的学生。 印齐,曾与人,共同研究微软的人脸识别系统,并被广泛应用在Xbox和Bin的微软产品中。 唐文英,曾担任国家信息学竞赛总教练七年,负责从高中选拔天才儿童,参加国际信息编程奥林匹克比赛LOI。 杨慕,曾获国际信息编程奥林匹克比赛LOI,金牌。 楼天成诗姚班的学生,被誉为中国大学生计算机编程第一人,他曾获得过举办的程序大赛第一名,在第二年又未免了冠军。 他还获得过TopCode的Google Jam ACM大满冠。 这也是这三项世界顶级赛事凯赛以来首位大满冠选手。 2008年他在谷歌的全球挑战赛中,斩获归关,四年未免。 毕业后,他分别在谷歌无人价值汽车组和Corey就职。 2016年贝利奥加入无人车事业部,30岁的他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T10工程师,他是什么都会的难得人才。 还有曾在世界顶级会议语期刊中,发表多篇论文的吴家卷。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第15届ACM计算经济学国际学术大会上,获得年度最佳学生论文奖的王军兴。 他是全球第一个,在晚科阶段取得该荣誉的学生,也是历史上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国学生。 他逃离满天下,仅有播种在中华,从老班走出的人才实在太多太多。 他不仅心心呵护自己的学生,也用心帮助华人学者。 他会提前有才能的人,只要有空就会为他们写推荐信。 除了培养学生,他的生活重心,还主要是科研工作。 他经常出国访问,但是,常常会难过的睡不着。 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,在前年科学的研究上,中国和西邦的差距越来越大。 所以,他提出了,中国计算机科学2020计划的发展战略。 这个发展战略集合了中外学者的力量,使中国在2020年,将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一流基地。 2010年,又他成立了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。 信息研究院的教师,都是他亲自面试选中的。 许多教师来自海外,他们放弃国外的工作的原因,无一例外,都是被摇期之所吸引。 2011年,他在清华成立了量子信息中心。 他想在中国建造出世界第一台量子计算机。 纽约时报在2011年的文章中,这样介绍他,学成规国人员为中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,所取得的成就,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 而其中的杰出代表,就要数疗机制Andrewood, Kaiji, Yo, La。 姚辞掉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,回到中国的清华大学工作。 他创立的研究中心,已经在博弈论和计算机安全方面,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 比起梁振宁,他的生活低调的不能再低调,从不暴露在大众的面前。 私下里他就像一个,普普通通的大叔,平时喜欢听古典音乐,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,他还喜欢了解中国的历史。 他曾说自己一生中,最成功的两件事,一件事获得图灵奖,另一件则是取到了太太姚楚风。 他的妻子姚楚风可不简单,也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,现来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主任。 人中龙凤,学术伴侣姚七智和姚楚风,携手走过几十年,温温爱爱,相濡以沫,一起将学术和生活,都经营得有滋有味。 遥遥可期,大师知智,2017年2月,世界级国保留七智正式,放弃美国国籍,重新成为中国公民,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。 他的归来,意义非凡,这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强大的表现,他的行为将给国际上,更多华裔科学家做出榜样,未来必将会有更多华裔科学家,宠入中国国籍,真正成为中国科学家,必将为祖国的繁荣昌盛,做出有力贡献。 四海冲传笔一星,原军人见解图令,功成自作归相待,之夜能捏固怨清。 今天2018年12月24日,治国保级大师姚七智,72岁的生日,今天他一定值得我们所有人的祝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